大家好,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52旅333旅下半年将前往美国赴美交流 台湾方面拒绝透露交流的细节,指相关交流接按规定办理 蔡英文去年10月接受美国有限新网CNN的专访时证实 美军派遣人员协助台湾方面训练,虽国军对此未有评论 但台美军事交流确实已经行之有年 可量台湾外事部门处境特殊,台湾方面与美军的交流趋于频繁 但多半相当低调 且台湾方面到美国接受训练的部队多以班牌连击小批次付训 以台美海军陆战队交流为例 前往夏威夷接受混合编队训练的部队 即为排级规模 台美交流预期频密层级不断提升 知情人士透露陆军今年下半年将派营级单位赴美交流 两个营单位分别隶属于驻守台湾的五三尔旅 以及驻守南台湾的三三三旅 皆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2019年实施的可视战力案将五三尔旅、三三三旅等七个打击旅 以及关渡地区的指挥部下辖单位重新混编为联合兵营 不仅提升营级单位独立作战能力与机动能力 也可透过海军、空军、陆航、联络官请求友军致言 发挥联合作战能力 据透露联合兵种营的改革概念既是源自于美军 另外美国方面持续推动国民兵周伙伴计划 已将台湾方面纳入合作对象范围 据了解双方已着手合作前置作业 台湾方面也已派驻联络官赴美 专责双方战训合作事宜 台湾的民进党表示 今年台美双方的关系坚弱磐石 台湾方面派F-16战机赴美接受训练已多年 并每年派陆战排挤部队到夏威夷混编授训 但实际派训人数少、规模小、层级低 若遇战事恐难以发挥联合作战成效 如今台军可派具有完整战斗力的旅籍部队赴美受训 汲取全球实战经验最丰富的部队训练模式 非常大的突破 台湾兵力联合营可以发扬海、陆、空及指挥 管通、资情侦察战力 营长需整合作战资源、情报 并独立做出决策 与以往获令执行任务的排挤 另外担任营长多为台军的骨干 未来也可以成为实战能力的将领 对于强化整体防御工作有很大的注意 台湾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苏子云表示 虽无法确定赴美受训的台湾 营级单位是与美军正规部队还是国民兵训练 但能突破班牌级交流惯例 提升至营级互动 实属重要进展 不仅可以强化台军的士气 也是美国政府遵照国防授权法要求的体现 苏子云指出台湾方面的联合兵营 需与战时独立作战 但考量台湾的训练场规模 多仅能满足连级部队训练时需求 若营级单位可赴美异地训练 将与更广阔的训练场完整检验兵 另外与台湾将于明年起恢复的 征绩一年的一南 台军也可以适度派遣具有专长的义务义兵 与志愿义混编 21号美台高层在美国在台协会 环顿总部举行了国安会谈 与会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卿 康达今天回答了相关问题 指美国定期与台湾往来 未来也会持续 台湾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吴钊燮 与国安秘书顾立雄21号 在临近华盛顿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北部 罗斯林的AIT总部 与美国副国卿谢尔曼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 美国涉台官员就国安议题举行会谈 双方持续7小时 过去台北会谈是高度隐秘的 这次会谈官员不避讳 而且全程拍摄 甚至有英国金融时报率签放出消息 而台美虽然未证实相关 但是也并不否认 会谈第二天与会的康达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 瑞特纳共同出席了华盛顿的记者会 并向媒体做了简报 那面对台媒体的追问呢 美国国安会相关的问题 康达的持续采取不证实 也不否认的做法 康达表示美台拥有非常重要的 非官方关系 为维系与强化 与台湾强健的友谊关系 美国定期与台湾对口往来 未来也会持续这么做 他也强调 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及六项保证 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那么谈到台湾与东欧多国 关系持续深问 康达说 台湾是非常有能力的民主政体 与台湾发展务实与功能性关系 对全球伙伴有偌大益处 此外呢 让台湾参与所有不需 主权国家资格的组织 并以有益的方式 在需要主权国家资格的组织内 互动也对国际社会有益 那么康达重申 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确保两岸分歧和平解决 符合美国根本利益 也是美国未来政策重心 美方也会持续履行 台湾关系法下对台诱 那么瑞特纳的呼吁 美方的会持续履行对台承诺 包括提供台湾做防卫所需的武器 也会维系自身抵抗任何危机 台湾人民安全武力行为的能力 至于该如何避免台海发生误判 瑞特纳指出 美方对中国近期不愿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话感到失望 但未来会持续伸出双手 邀中方维系沟通管道 最后谈谈我的看法 实际上之前台湾问题提到过 美国拜登的毁灭台湾计划 你看现在 美国不断的把台湾推向国际 特别是现在在台湾问题上 越来越国际化 美国也是公开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甚至让台湾和欧洲的东欧一些国家联合针对俄罗斯 甚至要围堵俄罗斯 把台湾推向前台 那军事上联合着台军 一起在美国训练营击 迎接的实战能力 大家看美国在做什么 美国是在武装台湾吗 美国在让台湾越来越接近战争 这就是我说的 毁灭台湾第一步 让台湾武装起来 你不武装起来 你实际上就不能参与对外战争 那么台湾一旦武装起来 你记住台湾一旦武装起来 就是美国开始打台湾这张牌的时候 为什么 你不武装起来 美国不敢轻易打台湾张牌 台湾一定要懂这个逻辑 只有把你武装起来 枪发到你手里 我才能打台湾这张牌 你没有战斗能力 美国轻易打台湾这张牌 这张牌很容易就被中国处理掉了 这没有战斗力 我要保证你有战斗力 你才能去消耗大陆 你才能去对抗大陆 你这张牌才能起作用 如果像过去一样 台湾没有战斗能力 没有战力 那么我打你这张牌明显 做牌给中国 中国很容易就武统了 那我不会轻易打 反而台湾 不会遭到战争的袭击 所以我今天讲的要告诉台湾人 你台湾过去没有能力 反而两岸真的能和平 未来你台湾被美国训练以后 你有了一定的能力 美国就开始要打台湾这张牌了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逻辑 你过去手无寸铁 你看几十年了 中国也没有打你 因为美国不允许你打台湾这张牌 也不允许中国发动武统 为什么 中国发动武统 台湾一定完蛋 台湾不会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失 所以美国会极力保护台湾 那么现在美国有了毁灭台湾的战略 毁灭台湾的计划 就是要什么 让你自己出来了 让你自己出来跟中国大陆可以打一打了 开始武装你了 所以你看迎击开始 迎击到美国 但是当你有了一定还手能力 那么美国就会放手 打出台湾这张牌 因为你的能力对中国大陆来说 可以消耗的 就像现在武装乌克兰一样 就像现在武装乌克兰一样 让乌克兰人打到最后一个 要武装你 我不武装你 我怎么挑起战争呢 你看现在和乌克兰是一模一样 开始武装台湾 那么第二点 大家看什么顾立雄也好 台湾这个外事部门 他访问了美国AIT在台协会 我说过 那个AIT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湾这个 真正的掌权者 代言人包括美国一些中央情报局的很多官员都是AIT的 在台湾到处走 刺探台湾的情报 哪一个是反中的 哪一个是反美的 美国在台协会 其实心里都有 都有这种记录 知道台湾的所有的情报 包括台湾一些政客 台湾这些议员 台湾这个所有的民情 他都了解 他就是一个间谍机构 那美国的这个间谍机构 他开会 他邀请台湾一些高官 那什么目的 你看他最后讲那个话 我们欢迎中国跟我们来谈 你记住 台湾的问题和美国 在华盛顿来举行会谈 最后美国邀请是中国的国防部长 来和美国国防部长谈 那你台湾自己想一想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中国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 这就是我说的 这才是美国人要的 美国的这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国务卿啊 所谓的这些专家 所谓的这些顾问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你中国来跟我谈 谈什么 谈俄乌战争 谈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 俄罗斯的问题 我们美国需要你 你不跟我谈 不跟我谈 我就跟台湾来秘密谈 跟台湾来谈 跟台湾谈什么 刺你中国大陆吗 逼你来跟我谈 跟我美国谈 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中国的力量 要的是中国的利益 不是要你台湾的利益 只是把你台湾当成乌克兰一样 先武装起来 然后再把你打出去这张牌 这叫什么 毁灭台湾 你记住啊 美国一步一步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在执行了 你包括什么顾立雄啊 包括什么吴钊燮人 你看不允许反驳美国 所以说台湾已经实际被美国完全困 那你看美国把台湾当成地缘政治工具 但是呢 美国跟中国之间 还是承诺一个中国政策 你看台湾未来的合作 也仅限于在非主权国家 这个范围内 另外呢 在国际上 还是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那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没有变 只是用台湾来跟中国 做一个工具 跟中国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交易 所以台湾一定要看懂 美国这次跟台湾的讲话 没有实质变化 就是把你叫过去 秀一下 为什么 王毅在莫斯科嘛 人家中国也在秀 那么美国我也要秀啊 我怎么秀啊 我用台湾刺激中国嘛 我用台湾刺激中国嘛 你台湾实际上就是美国工具 那最终呢 你这张牌要被人打出去 打出去 你们这帮台独 你这帮台湾人自己的命运 就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要听美国人安排 什么时候打 那么美国人怎么执行呢 就由顾立雄 像吴钊燮 蔡英文 这些台独来执行 如果顾立雄 蔡英文 你包括那个陈建仁 不听话的话 第一个除掉这些台独的 也是美国人 不听话就除掉你 你看这帮顾立雄跑到美国 挺高兴吧 挺高兴 顾立雄这帮人的健康 你身上有什么病 你家里你老孩子住在哪里 美国人都掌握 你不听话 让你带着台湾去死 你不台独 你全家人没好处 所以看都没有 美国已经牢牢控制台湾了 用这些代理人 用台湾民进党这些代理人 绑架台湾 要你台湾独立的时候 这帮人必须听美国的话 只是等一个时机 现在什么 王毅到了莫斯科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合作 美国用台湾来提醒中国 不要和俄罗斯走得太近 但是你看美国没有突破什么 中国和美国之间 建交这个公报 也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台湾还是被美国利用了 到现在美国也没有正式承认你 只是表面跟你合作 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控制你 打台湾这张牌 最终呢 毁灭台湾 ом 我 judgments